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icrobin他是英国广播公司VBC做的 这家新闻公司跟这个陈设计扯什么 他们想推广城市教育 所以他结合了什么 Samsung、微软 把全世界大公司都把他组织起来 你要搞清楚 他们在做公益不是在做的赚钱 Samsung、微软他不在乎这点小钱 靠这个Microbin赚不了钱 他们城市 纯粹为了推广城市教育 那这个呢 只有4公分、5公分的 Microbit是电脑最小的单位 所以他有Microbit 那你要认识Microbit 第1个 左边有个按钮 右边有个按钮 A跟B 那这个可以外接 下面0、1、2 所以可以外接三个设备 你也可以再接什么 喇叭 或者什么LED灯 你可以自己外接 那这培养小朋友接线 那这个呢 他里面呢 好这边有蓝牙功能 他可以做无线广播 你要知道问题 那USB一端接在这里 一端是接在 我们电脑 那这个 层次执行的时候 预设执行 如果点这一颗会重新启动 那这边可以外接电源 要先认识一下这个 好 那里面有25个LED灯 可以写层次控制他 他有蓝牙无线广播 还有重力感测器 所以呢 你可以像手机上 左摇右摇可以控制他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这基本的概念这个 那其实在原厂的手册里面 官方网站都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麦坤小车在做什么 你写完了程式呢 我可以把它插进来 这边电池给他 那这个是超声波感测器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还可以循迹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来来来 那我们要了解 这边他有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麦克币跟麦坤小车 那里面有超声波 可以像蝙蝠一样侦测 还有LED灯 那里面有左边马达 右边马达 还有风鸣器 所以呢 这个麦坤小车 我们可以写音乐给他 写音乐给他 来 那这个等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先一口基本概念